好了 直播 远警冲进家门将男子压制在床上 男子一脸惊恐没有料到会被发现 日前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 导致诈骗集团以解除分歧付款的诈骗手法 汇款到指定人头账户 之后由车手领取赃款 警方比对相关提领记录 并且扩大调阅监视器 掌握25岁的纯性嫌犯 6到7月在西门丁张边 周周边里提领了白笔的诈骗赃款 不法所得将近179万多块钱 事后警方经由台北地方法院 以及台北地检署申请搜索票与居票 追查多日之后 才终于在上个月21号找到人 陈案将以诈欺罪 以及期前防治法移送侦犯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新清新 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